2022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研发的植物工厂集成技术,在卡塔尔实现了沙漠上中蔬菜,保障了参赛球队的蔬菜供给引发关注。 中心设计者近日探访该研究所了解到,该技术有望在中东国家广泛推广,前景广阔。 据介绍,植物工厂集成技术,包含了LED植物工厂技术、雷土技术、浅液流栽培技术等。 记者走进位于成都的植物工厂实验室,只见密闭的空间内,生菜、莴笋、西红柿等蔬菜密集排列在架子上,长势良好。 不过根部没有传统的土壤,绿叶顶部还照射着不同颜色的LED灯光,有白色也有蓝色和绿色。 不同的植物它品种不同,它需要的光也不一样,然后它在不同的生产阶段它需要的光也是不一样的。 不用它的太阳光,然后用人工光对它的这个蔬菜、水果的生产进行全过程控制。 而针对沙漠地区可供种植的土壤稀少,就需要先进的雷土技术和浅液流栽培技术。 和传统的水培技术相比,雷土大幅拓展了蔬菜种植品种,水培蔬菜一般以叶菜为主, 但雷土可以提供茄子、西红柿、黄瓜等多种果菜的生长条件。 我们这个雷土技术呢,它是一种人工土壤,它是用有机制经过人工合成的固化成型的一种材料。 这种材料呢,吸水性、饱水性和透气性都很强。 而且它可以在很小的空间之内进行这个种植,把雷土和浅液流栽培技术结合起来。 这样的话呢,使用最少的水分,最少的这个营养来这个产生最多的食物。 齐志勇说,正是这几种先进技术融合在一起,且根据卡塔尔当地高温、强光、缺水等条件进行调节,最终使本届世界杯参赛运动员们吃上了高品质蔬菜。 卡塔尔呢,因为它的这个气温很高,然后这个温度难以控制,太阳光的造成更强。 还有一个就是它水特别宝贵,真的它这些特点的话呢,我们主要在遮光和控温技术上面进行了这个营地制宜的这个开创型的工作。 节水这个种植方面,我们用雷土技术和这个当地的这个特点结合起来,通过浅液流栽培,实现了水分利用的这个最大化。 这次世界杯上面很多的这个明星吃的蔬菜都是我们这个技术生产出来的蔬菜。 据介绍,世界杯期间,研究所与卡塔尔当地企业签署了协议,未来将在卡塔尔和阿曼开发大型农场,满足周边几个国家的蔬菜需求。 该技术有望在中东国家广泛推广。 将来在中东国家,一带一路的中亚国家,甚至包括我们中国的像新疆啊,这个内蒙啊,这些干燥区域,应用权势非常大。 可能受了一定的制约,主要就是能源成本太高。 但是我想随着新能源的这个逐步的推广,我们这个农业和新能源结合起来,将会有巨大的这个应用空间。